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盛大的北京奥运会 在这一年全国有1800万新生儿降生 这些孩子被国人亲戚的称为奥运宝宝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谁都会为自己的孩子精心挑选最合适的母婴产品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一年奶粉出世了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奶制品污染事件 也被称作三具情案事件 2008年3月 在南京发现了全国首例婴儿肾结石病例 紧接着在2008年6月 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 共收治了肾结石患儿16例 截至到2008年9月11日 在甘肃全省发现59例肾结石患儿 其中一例死亡 他们大多都是5至11个月的婴儿 除了症状相同以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些孩子都在食用一种三路集团生产的 售价18元左右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随后全国多地都出现了相同的病例 国家对毒奶粉事件高度重视 国务院启动了国家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机制 卫生部高度怀疑 三路婴幼儿配方奶粉是受到了三具情案的污染 三具情案是一种化工原料 如果人体长期摄入会导致泌尿系统结石 甚至是诱发癌症 给孩子吃的奶粉 为什么会被化工原料给污染了呢 问题就出在了奶源上 三路的奶源都是由零散的奶牛养殖户提供 有些奶农为了提高供奶量 就在牛奶里掺水 但是掺了水 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就达不到标准 于是就开始往牛奶里加蛋白粉 但是蛋白粉的成本还是太高 个别不法分子就往牛奶里加入了三具情案 为什么要加三具情案 这种化工原料难道真的能提高蛋白质含量吗 蛋白质是含氮的有机化合物 长期以来 中国测定蛋白质含量的方法都是凯氏定氮法 凯氏定氮法的理论基础是 蛋白质中的含氮量通常占其总质量的16%左右 所以通过测定含氮量就可以估算出蛋白质含量 而三具情案的含氮量为66%左右 加入牛奶中再通过凯氏定氮法检测 就可以得到一个仅仅是数字层面的所谓的蛋白质含量数值 三鹿集团在河北镇定县的奶源供应人 耿金瓶 耿金珠 在明知道含有三具情案的有毒混合物 不能供人使用的情况下 仍然按照每1000公斤原奶添加0.5公斤有毒混合物的比例 将434公斤含有三具情案的有毒混合物 添加到90万公斤的原奶中 然后将这些有毒原奶卖给三鹿集团 销售金额280多万 三鹿集团用这些有毒原奶加工制作成 因幼儿配方奶粉销往全国各地 其实早在2007年11月就有网友在网上发帖 揭露了他在浙江泰顺县城一家超市购买的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 他的孩子在吃了这种奶粉以后有小便异常的情况 2007年12月以来 三鹿集团也陆续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 反映有部分婴儿使用了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后 出现尿红 结石等现象 2008年7月 三鹿集团高层针对消费者投诉的问题奶粉多次召开会议 但最终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2007年年底就发现奶粉有问题 时隔7个月 不说赶快把问题产品召回检查 三鹿集团竟然还做出了封锁媒体的决定 在2008年8月1日 三鹿送检的16个婴幼儿奶粉样品中 15个检出了三具情案的成分 2008年8月4日至9日 三鹿又对原料乳进行了检测 确认是人为向原料乳中掺入了三具情案 在确定是自己集团的奶粉 导致众多婴幼儿患上肾结时候 三鹿集团开始了危机公关 公关公司建议三鹿集团与百度合作 屏蔽和删除有关三鹿的负面新闻 然后安抚消费者 一至两年内都不让消费者开口 以拿到新闻话语权 公关公司两次与百度交涉 希望能够删除或者屏蔽三鹿奶粉的负面新闻 但是都被百度拒绝了 2008年9月11日迫于压力 三鹿集团终于承认 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 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因幼儿奶粉 曾受到三具情案的污染 市场上大约有700吨 同时发布了产品召回声明 2008年9月13日 国务院启动国家安全事故一级响应机制 但毒奶粉带来的危害仍然迅速发酵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 截至2008年9月21日 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 且已康复的婴幼儿 累计39965人 在医院住院接受治疗的有12892人 此前已经治愈出院1579人 死亡4人 2008年12月2日 全国累计报告 因使用问题奶粉 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 共29.4万人 三路的确是以不同的方式 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一手啊 然而在国家质检总局 公布了对国内乳制品生产厂家的 婴幼儿奶粉 三具勤案的检验报告后 才不禁让人背后一凉 包括众多知名乳制品企业在内的 22个厂家 69批次的产品中 都检出了三具勤案 虽然在2008年9月24日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 牛奶事件已得到控制 但是民众对中国乳制品的信心 已经跌至冰点 2009年1月22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三路前董事长田文华 被判处无期徒刑 制造和销售 含有三具情安混合物的 张玉军 耿金平 被判处死刑 包括三路集团 其余高层在内的多名责任人 也都被判处 5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虽然正义得到了伸张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不敢再给自家的孩子 购买国产奶粉 而是选择高价购买 国外进口奶粉 很多国家和地区 更是禁止进口 中国乳制品相关产品 但国外奶粉就一定安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早在1955年 日本就爆发了毒奶粉事件 日本森永集团 在加工奶粉的过程中 将混入了 生的劣质磷酸钠 作为乳制稳定剂 加入了奶粉中 生也就是俗称的皮霜 会对婴儿造成 神经内脏的严重损伤 有130名婴儿受害致死 法国也在2005年和2017年 先后两次发生 沙门试据污染奶粉事故 在三剧情案事件后 国家治检总局 公布了第109号总局令 废除了产品免于质量 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类生产企业 不再获得产品免检资格 经过了沉痛的教训 现如今 中国奶粉的检测指标 堪称是世界级最严格的 中国标准的检测项目 是50项 而日本的标准只有27项 美国是30项 中国的奶粉标准 对美日两国奶粉的标准 做到了全覆盖 也就是说 美日两国标准 所有的指标 中国标准全有 而且中国制定的更严格 欧盟的标准是36项 中国标准覆盖了32项 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 中国奶粉的品质逐年上升 甚至已经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 那么如果现在你要买奶粉 你会选择国产还是进口呢 我会选择国产